Emperor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在em 我们念成m的音 接下来的pe 我们念成p roor 我们念成r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emperor emperor emperor 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皇帝 我们看英文解释 它是一个email ruler Luler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成统治者 除了可以翻成统治者之外 其实它也是可以当作文句 那文句就是什么呢 就是直 就是尺 我们就画直线的那个尺 我们就叫做ruler 那你可能想说 那统治者跟尺有什么关系呢 有啊 统治者呢 叫你画直的 你就不敢画弯的 对不对 他叫你往前走 你就不敢往后走 所以呢 ruler跟这个尺 这个字呢 是同一个字 所以呢 它是一个男性的统治者 male就是男性的 女性是female 什么的男性的统治者呢 一个empire 那empire这个字呢 就是帝国的意思 好 usually in ancient times 这in ancient times 注意啊 这个times呢 要加s 就在古代的时候 通常呢 是在古代 我们才会有这种 所谓的emperor的称呼 现在呢 应该现代呢 没有了 没有一个国家 会有emperor这个称呼了 那我们看一句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written b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ells us that we should not always believe everything we are told 好 所以他说呢 emperor's new clothes 大家都知道了 就国王的新衣 written 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被动 所以这边呢 它前面呢 其实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前面省略掉的which was 好 所以呢 是由这个Hans Christian Andersen 这个人呢 所写的这篇故事呢 国王的新衣 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一件事 tells us that 好 这边有that 所引到一个名词 名词子句 当作tells的直接授词 好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不要 不应该呢 相信我们被告诉的每一件事 也就是说 别人呢 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要每一件事情都相信 好 所以呢 这个句子呢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好 这Emperor 指的就是皇帝 那我们一般呢 在台湾呢 讲到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把它翻成国王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练成Emperor 那最后呢 Emperor是男的 那有没有女的呢 有的 女的叫做女皇 或者是女后 对不对 中国的历史最有名的就是 武则天 好 所以呢 女皇英文怎么拼呢 就是Empress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后面呢 变成了 把ROR 变成了RESS 那相信呢 同学呢 对这一类的字根呢 应该有一点点印象 好 例如说什么呢 例如我们知道呢 Steward 以前有个所谓的 Steward 好 Steward指的是男空服员 对不对 那女空服员呢 我们就念成Stewardess 好 Stewardess呢 指的就是女空服员 但是呢 现在呢 因为呢 都性别平等 不再是强调 不再去强调那性别的差异 所以呢 我们通常 空服员 我们一律就称为 Flight Attendant 好 就说空服员一律 现在都称为 Flight Attendant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各位应该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Prince Prince呢 指的是王子 对不对 那王子呢 是男的 女的呢 叫做Princess 好 这就是说 可谓的公主 好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就加了ESS之后呢 有些名词呢 在后面加上ESS 就变成由男性 变成了女性 好 所以这边的Emperor 变成Empress 在这边呢 做一个补充 好 所以这个字呢 Emperor 名词皇帝 好